資訊佔到底是不是假新聞 以比例上來講 通常在資訊攻擊裡面 假新聞的比例可能佔不到20% 也就是大概1.5以下 所以比較好的一個做法其實是 要先吸引別人 讓別人去喜歡你丟出來的訊息 這個時候等到喜歡到一個程度 你再丟假訊息這樣才會有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其實通常來講 當攻擊裡面已經開始出現假訊息的時候 那表示攻擊已經進展到很後面了 也就代表其實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這個黨產會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當時有在查一個地方叫做華興育幼院 那是一個孤兒院 台灣的新聞會被剪貼到一些特定的網站 那內容完全都沒有變 但是就是改標題 那這個標題叫做 黨產會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大家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這是丟給泛蘭的群眾看的 泛蘭的群眾看到這個新聞一定會很生氣 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轉型正義做到這個地步 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所以呢 1124要滅東廠等等之類 這個情緒就整個被動員起來了 那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今天這個新聞標題改成另外一個 叫做 國民黨藏黨產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那這樣的一個新聞標題很明顯就是要丟給泛蘭看的 泛蘭就會覺得說 國民黨就已經很可惡了 藏匿了那麼多黨產 結果藏黨產竟然藏到孤兒院 有沒有人性 所以這種情緒一起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喜歡這樣的一個新聞標題 那大家仔細想想這兩個新聞標題 黨產會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跟國民黨連孤兒院都不放過 這兩個新聞標題沒有任何一個是假新聞 因為對我們來講 新聞的內容就是 黨產會真的在查華新育幼院這樣的一個組織 但是藉由標題的一個偏頗 就可以設定不同的群眾 那這個不同的群眾呢 接下來就會更信任這個新聞網站 所出來的這個標題 然後到最後呢就會更迷信 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會丟各式各樣不同的 這個所謂的長輩圖 就是圖文到這個群組裡面 裡面就有一個說 韓國瑜長得像蔣中正 然後裡面就有講說韓國瑜的個性 跟蔣中正有哪些類似的地方 另外一個說韓國瑜長得像饒國華 那也一樣在講說 他跟這個抗日名將饒國華有什麼類似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比較扯的 就是說韓國瑜長得像楊過 那其實我們不太知道楊過長什麼樣子 但總之他就是放了一個楊過的劇照 然後說他跟楊過的個性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那為什麼他會做成那麼多圖 就是因為這些絕對不是什麼假新聞 你可以說他偏頗有一點 但是因為他的重點就在於說 他在針對不同的群眾 有些人喜歡金庸小說 有些人喜歡講中正 有些人喜歡饒國華 所以他根據不同的群眾 去做那種情緒上的連結 讓你覺得韓國瑜這一個人是值得信任的 或者他這一個人的形象是正面的 這就是一種行銷手法 這個行銷手法分層受眾之後呢 如果是用偏頗訊息 那就一定會變得更嚴重 因為這是一種認知心理學的操作 大家從剛剛聽到現在就會發現 其實呢 他最主要反而是用偏頗的一種方式 讓大家去進入一種特定的一種認知領域 然後進入這個認知領域之後呢 到最後選前可能兩個月到三個月 才真正會出現一些假新聞的操作 甚至有時候從頭到尾都不需要任何的假新聞 他只要去動員你的情緒 然後製造偏頗的新聞 讓你對特定的議題只會有一種看法的時候 這其實就成功了 資訊戰裡面到底是不是都是假新聞 那其實答案就不是 那中國其實都一直有人在美國 學習這些相關的學問 所以如果能夠把這種資訊攻擊操縱到極致的時候 要去散播特定的一些刻板印象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容易 然後最後再用假新聞一刀打下去 那就變得更誇張 譬如說我們之前在追一個假新聞 他就在講說 菲律賓有80%的男同志有AIDS 這明顯已經不是偏頗訊息 他完全是假新聞的 那這個假新聞有替換過非常多事 有時候菲律賓改成泰國 有時候男同志改成女同志 他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他知道台灣在發展新南向政策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去針對東南亞的國家 去做一些負面的標籤化 這是一種認知領域攻擊 這個時候去推新南向政策的時候 一般人的感覺就不會那麼的好 再來他知道台灣挺同跟反同對立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把同志的刻板印象也打出來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造成一種對立 打到我們的LINE群組 打到Facebook的社團 然後甚至打到這個所謂的政論節目裡面 那如果這種資訊攻擊越來越強力的時候 已經進展到假新聞的程度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別的國家對我們的攻擊 造成社會對立會變得有多嚴重